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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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個彩色的冒險少年 讓陽光揮灑在我的雙肩 充滿著開朗自信的笑顏 我是個彩色的冒險少年 把勇氣穿戴在我的胸前 追求自己的理想永不改變 青山白雲 你圍著藍藍的天 世界就在眼前 等待我去體驗 我是個彩色的冒險少年 面對著一批線 愛不向前 創造出兩粒心切 每個今天 我是個彩色的冒險少年 面對著一批線 面對著一批線 愛不向前 創造出兩粒心切 每個今天 創造出兩粒心切 創造出兩粒心切 每個今天 也算保持你 要不永遠 夜 就好 我們要不然 女 すyss 爸爸妳真的不跟阿國說一聲 妳就要走了 我一定會想念他 真的 我真的會想念他的 阿國也一定會想念妳 其實回家也好 家永遠是最溫暖的 就算是妳爸爸媽媽 曾經對不起妳 可是我們總是他 辛辛苦苦幫我們養大的 看他養育的恩情上 我們也應該原諒他 對不對 萬一 萬一妳爸爸媽媽 他不收留妳的話 歡迎妳再回台北來找我們 或是找阿國 我們真的隨時都會歡迎妳來 好 妳要走 可以 可是我有條件 什麼條件 妳要親一個 好 那我走了 好 拜拜 明天見 好 幸好都是 要不然又挨歡歡地罵了我 畢端 畢端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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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知道我生日啊 黃安姐都告訴我們咧 對 丁哥 妳今天不是跟我們說好 要華吃晚飯的嗎 嗯 我零食有點事情啊 黃安姐 還煮了好多好多菜 都是妳愛吃的耶 對啊 黃安姐等到生氣了 還不趕快去道歉 對啊 快去啦 丁哥 快去啦 對 快去啦 不要不要 我去啦 快啦 快啦 快去 快點啦 對啊 丁哥快啊 快啦 快 ��點啦 快快 我 我跟妳進來啊 快快 頭 謝謝你為我準備了一切 我現在肚子好餓 你陪我到外面去吃點東西好嗎 到哪裡去了 臨時有點事情嘛 所以 你不回來 你應該打個電話回來 是啊 好嗎 媽媽 算我錯好不好 我以後改進 我絕對不回家 好不好 謝謝姐 你身上怎麼跟女人香水味啊 有嗎 不許豆 怎 怎麼樣 青春豆啊 對不對 口紅硬啦 丁正德 你太令我失望了吧 我辛辛苦苦準備了一桌子菜 你不回來在外面跟女人鬼混 你什麼意思啊你 算我看錯你了 我再也不要見到你了啦 老闆 給我解釋好不好 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個樣子 你不要誤會我嘛 你不要聽 事情擺明正在眼前是這個樣子 你解釋什麼東西啊 走開 你聽我說 我擔心的是終於發生了 朱鎔鎔 房東啊 你好 修好了 好好好 好 謝謝你啊 拜拜 花花 出去 拜託拜託 你聽我解釋好不好 對不起 我沒有興趣給你加號 花花 你不要擋住我的路 幫我任警衛進來嘍 花花 好 好 我告訴你啊 你還記不記得我一個朋友呢 得了決算就快要死了 好了啦 當時你還要我去幫她完成她的心願 好 我告訴你好了 你所謂的女人就是那個人 怎麼你那個朋友是女的不是男的 是女的我沒告訴你嗎 不 你現在說還有什麼用啊 好了 花花 你聽我解釋好不好 走開 花花 幹嘛幹嘛 喂 喂 喂 這 喂 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回來了 台北市的婦女真是可憐哦 把青春都葬送在工作 還有亂七八糟的交通上面 又累死我了 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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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是幹什麼啊 你這是幹嗎 電燈燈欺負你了 你歪靠了 花花 花花 到底怎麼回事啊 回頭再說好不好 再說 我在問你話呢 姑姑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請你開開您的尊口 說一下這到底怎麼回事 如果你膽敢欺負我們家花花 你看我怎麼收拾你 我沒有欺負花花 我怎麼敢欺負她呢 沒有 那是最好了 我告訴你 我難心有限 你說 到底怎麼回事啊 你還記得那個叫蘇美麗的嗎 記得啊 你看 花花以為我對那個蘇美麗怎麼樣 其實你知道的 我是基於同情心才跟她在一塊兒的 而那個蘇美麗 她一直希望她有一次真正的戀愛 所以我就 誰 美麗 我 你什麼都不要說 是我 是我 是我自主多情 是我活該 我不應該想求你什麼 真的 你告訴我 你真的 你真的一點也不愛我嗎 美麗 我是很喜歡你 不要說 我不要聽 美麗 我承認 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非常之喜歡你 但是現在 但是現在我 美麗 我很高興我們兩個又碰在一塊兒 然後 然後現在 反正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朋友嘛 是不是 謝謝你 謝謝你真的 謝謝我什麼 我並沒有為你做什麼 你有 你給了我 戀愛的感覺 我會永遠珍惜的 我怎麼做到底是對還是錯 我這麼做到底是對還是錯 是嗎 好了 歡歡 姑姑不愛管你們兩個的閒事 但是這件事情 你聽聽聽正德怎麼說嘛 是啊是啊 我就是因為太富同情心所以 起來 起來 歡歡 好了坐坐 謝謝姑姑 好 好 那都是誤會嘛 不要這樣 你聽我解釋 好吧 姑且相信你一次 留下查看 謝謝 謝謝 謝謝歡歡 謝謝 不要這樣 還那麼多 就是 對了姑姑 石副總長打電話來說 什麼明天婚禮的事情 你到底怎麼樣 關於這檔子事嗎 明天你們就可以見分享了 好 來 來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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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外孙媳妇哦 你看着办 外婆 我没有啊 来 起 放 录音带 录音带 录音机呢 看看 快去拿来 先一看姑姑说什么 快 姑姑 姑姑 你怎么知道是你姑姑的 我 我猜的啊 拿来的 来 哎 我知道 这对你是不公平的 而且是一种伤害 可是我仍然必须告诉你 真正的事实 我决定缺席 完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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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哥 电话快烧对了 录卡 你怎么越来越懒了啦 不走看看的话 所以我赶快去接电话 我 来 运来或运 我是凯凯 请问你找谁 凯凯 你好 我是苏美丽 麻烦你请正德 来听电话好吗 你等一下 丁哥 有一个女生要找你 女生 对 她就是她叫苏美丽 你 凯凯 你跟她讲 我不在 不在 对 苏美丽姐姐 丁哥说她不在 凯凯啊 你告诉正德叔叔说 我真的有急事 需要跟她当面谈 你问她啊 我今天晚上去找她好不好 凯凯 你告诉她 我出去了 苏美丽姐姐 丁哥说她出去了 好我知道了凯凯 来 谢谢啊 再见 再见 丁哥 苏美丽姐姐说她有急事要找你 你偏偏不接她的电话 是不是你又欠她钱了 我这辈子啊 我这辈子啊 除了欠你们三个之外 还有吉利 我谁都不欠 快快 来 媳妇总 这 看着啊 多漂亮的戒指 还有 这么大个玉牌子的金项链 这个啊 是香转的名表 看到没有 看到转没有 都是名贵的东西 没有办法 我呀 实在是有钱的 师父总啊 你买那么多东西干吗 你猜啊 猜啊 今天我姑姑生日 你送给她的是不是啊 你猜对了一半 一半 我这些东西啊 是准备要送给你姑姑 作为生日礼物的 不过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啊 什么 你完了 我跟我姑姑说 开玩笑的嘛 我是想啊 你帮我在你姑姑面前啊 说了就好话 帮我说好话好不好 拜托拜托 说好话 哦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哦 哎呀 好嘛好嘛 拜托拜托拜托 好 嘿嘿 有啊 有什么 有什么 나서 你不害人来 又回来 你怎么办 你怎么买礼物给婆婆娘她姑姑啊 尬 你的 借了 沒面子 我撤給當了 不像話不是我做的事嗎 找表哥 我做一段 我不能沾 可是除了表哥 我現在還能像誰見 我為什麼又發誓說 我絕對不沾他呢 這些都送給我的 是啊 是啊 祝台英小姐 不 台英 以前都是我的錯 我在這裡 鄭重的跟您道歉 希望您能夠原諒我以前的過錯 姑姑啊 你就把禮物收下嘛 她也不是故意的啊 是啊 是啊 我在這裡再次的祝福 祝台英小姐天天美麗 青春永住 好吧 我去燒幾個菜給你們吃 馬上就好 台英啊 我 奇怪 這人還不來 歡迎光臨 歡迎幾位 兩個 兩位 兩位 不用了 來 嗨 鄭德 來來來 坐坐坐 鄭德 你幹嘛用這種眼光看我 你是想 我不可能會準時復約的對不對 不要再錯怪我了 基本上我這個人呢 是一個守時守法守分的人 雖然我過去經常遲到呢 那些都是勤沛得已的 楊楊 我們倆從小一塊長大 我太了解你了 你也不要多說了 太好 太好了 我表弟終於啊 能夠相信我的話 而且能夠了解我的為人了 反正不管你怎麼說嘛 我絕對不相信你是個 守時守法守分的人 就省點勁吧 鄭德 這什麼花呢 我們倆雖然是表兄弟 可是我們比親兄弟還要親呢 我們兩個體內的血液啊 有二分之一是相同的 好啦 好啦 表哥 我們不要算血液的成分好不好 你還是算給我好了 給你 什麼東西啊 錢啊 你忘了 這麼重要的事情 我怎麼會忘記呢 你拿來 對 對對對 鄭德啊 你這麼急著跟我借錢 是不是跟妞有關啊 妞 小妞 根據我的判斷啊 你一定是新泡了一個小妞 所以才會發生今天 這麼緊急向我求援的行動 對不對 對呀 算你說對了 鄭德啊 我告訴你 你跟那個妞 這個 表哥 你想到哪兒去了 老老 鄭德 你這麼說就不對了 你是知道的 我這人從八歲開始就會泡妞 根據我的經驗呢 告訴我一個很重要的教訓 千萬不能在小妞身上 花太多的錢 表哥 你想到哪兒去 你說什麼跟什麼 鄭德啊 你要曉得 我這現在所告訴你這一切 可是我累積多年啊 流血流淚換取的經驗呢 好了 表哥 我也不要替你流血流淚的經驗了 我是個單純的人 這個歡歡也是個單純的人 我不會替你這些歪理的 好了 你現在錢借給我 我要去辦事 歡歡 對啦 歡 歡歡 對啦 歡歡的 好 好 好 多 哎 哎 真的啊 不管你聽也好不聽也好 我一定要勸你 關於這個泡妞啊 表哥 你有完沒完 你接不接 光拿到手上不放了 好 來 來 五千塊錢 好吧 嗯 下個月我客票一對線 我馬上還給你 哎呀不急不急不急啊 等你方便再還給我 沒關係 沒關係嘛 哎呦 表哥 這幾個月不見 真是刮目相看 既不囉嗦又乾脆 真是 好表弟啊 你終於曉得我都為人了吧 你放心 雖然這樣你還是要聽我的勸 關於這個泡妞啊 你也要切記 好了好了好了 可以 可以了可以了 我現在我要去辦事了 好吧 你要走我也不留你 謝謝你 不過這樣的那個正德 這個順便呢 幫我拿去付了 有什麼問題啊 你今天救我的急 這我付 好 謝了 一千八百塊 表哥 一千八百塊 再加上這個服務費 總共兩千塊錢 你 這 怎麼了怎麼了 這又什麼大驚小怪的 這 你要是心不甘情不願 可以把錢還給我 我自己去付啊 我 還你就還你嘛 這 我還你我 我口袋不是又空啊 我可沒逼你 你自己看著辦 啊 好好好 算我認 下個月啊 我會把這五千塊錢 匯到你那銀行戶頭裡面去 我這輩子再也不要看到你了 兩千 兩千 兩千塊 兩千塊錢 啊 算我錢了 啊 慢慢吃 好吃的拉肚子 啊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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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不怕 不怕 是啊 是欢欢特地为我订的 都是真材实料 那我们开始切蛋糕吧 姑姑 不行啊 你再等一下嘛 震得快来了啦 那就再等等嘛 欢欢 我们都等得七荤八素了 万一她这个迟到的习惯 要到半夜十二点才来 我们还得等她来啊 师傅总啊 刚刚一桌子菜 大部分都是你吃的 你现在还吃了下蛋糕啊 你不怕肠胃炎啊 不会 不会 我呀 心宽体盘 心胸宽阔 我吃得下 吃得下 震音 来来来 拿着个刀 我来点蜡烛 我来切蛋糕 姑姑啊 等一下啦 她来了 来了 来了 怎么搞的现在才来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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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替姑姑去旋律过了 所以来吃了 姑姑 对不起啊 来 师傅 再给你 啊 就这个啊 对啊 就这个 来 姑姑 我祝你永远人比花椒 哦 就买这个啊 就这个啊 是啊 这我买的 有什么不对 我这逛新公园的时候 好像看到新公园好多这个东西 哎 师傅总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这好像言下之意 说我这盆花是从新公园 偷挖回来的 是不是 不是我讲的 是你讲的啊 什么你讲的 我讲的 我告诉你 这是我花钱在花市买来的 哦 花多少钱买的啊 这 钱并不重要啊 我告诉你 主要 是我这个心意 以亲人意众 心意 嘿嘿 姑姑 丁顿德 我问你啊 要是今天呢 是欢欢生日 你送他什么礼物啊 是啊 你送我什么啊 我 这 这 我 好啦 老实告诉你们啦 我 今天 手头比较不到方便 所以我就买了这份花了 我看你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有三百六十六天不方便 对不对 你 这 哎呀 谭音啊 你是长辈嘛 你应该劝劝 欢欢的 这个爱情跟面包 是同样重要的啊 是啊 欢欢 五郎说得没错 哎 以后我可不希望 这穷小子只顾给你爱情 而让我这个姑姑 来照顾你的面包哦 我 都爱你啦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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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小子啊 听正德 你就算心里头不高兴 你也不应该 不应该把蛋糕给砸啦 这 我 我 我 姑姑 这 欢欢 我恨你 我恨你 这 这 怎么了 怎么了 哎 正德 是我哎 你怎么跟看到鬼一样的 我有那么可怕 你吓成那样 呵呵 你比鬼还可怕 比鬼还会害人 比那个艾死病更可怕 哎 这 正德 你是怎么说话 你是怎么了你 表哥 我知道我欠你钱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 下约那个客票一兑现 五千块钱我马上就还给你嘛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哎 正德 我可是关心你我才来找你的 刚才让你屋里那三个小鬼跟那条狗啊 搞得我快疯了 我才到外头来等你啊 哎 正德 我看你这脸色啊 八成你跟你那个叫什么欢欢的 不欢而散 对不对 嗯 嗯 还不是跟你有关 够 借了你五千块 被你吃掉两千块 我那三千块钱 我管屁用啊 哎呦 亲爱的表弟啊 哎 你想想看 我们俩都独生子哎 再说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 对不对 啊 对啊 虽然我小时候到现在偶尔啊 占你点便宜 可是我绝对是真的关心你的 哎 我告诉你 我觉得以你的成功为荣 我会为了你受到挫折而感到伤心 你是我唯一的兄弟 你要不相信 你可以剖开我的胸 看看我的心境 是啊 是啊 那我还最好到那个宰猪场去 请一个会杀猪的人才行 不是 哎哎哎哎哎 这你这什么话你这是 我这一生什么时候有这么正经过 你正经一点行不行 嗯嗯 好了表哥 不要再演戏了 哎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接了当说好了 嗯 哎 郑哥 你自己想想看 你年纪也老大不小了 也该到了该结婚成家的时候了 对不对 哈哈哈哈哈哈 表哥 你年纪比我大 你都还没结婚呢 哎哎哎哎哎哎 你不能跟我比啊 我是因为交的女朋友太多了 我不知道该娶哪个比较好 是吧 爸 知道你就不一样了 你就这么一个女朋友 你要是娶不到她 我告诉你啊 严重了 你不但呢 会影响到姨妈跟姨丈堂抱孙子的时间 而且啊 会毁了我姨氏的英明 对啊 你想想看 我朱大成的表弟啊 照理说应该是无论碰到任何一种马子 任何一种妞 应该都能搞得定才对的 是不是 哎 对了 哎 郑德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真的挨那个欢欢的 嗯 这 是啊 好 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只要把你屋里那三个小鬼跟那条狗赶出去 然后 你跟你那个欢欢呢 共进一顿美好的晚餐 然后你们俩共度一个罗曼蒂克的夜晚 那那个欢欢呢 就会永远都属于你的 哦 就那么简单啊 就这么简单 哎 你不要不相信嘛 是吧 我告诉你啊 我可以够资格出这个 泡妞指南那本书了 我是恋爱权威啊我 我求求你郑德 我求求你相信我一次 好吧 为了你一生的幸福 你务必要听我这一次 我愿意问我 你一定是要我 要用一个 интерес的 你会变得到对方 我跟欢欢接触的机会 实在太少了 所以她根本都没有机会了解我 明天我就安排一下 全力一试 小野公司 祝欢欢 欢欢 我是郑德 好不好 郑德啊 我跟欢欢接触的机会 实在太少了 不太好 不好 为什么 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所以今天心情也不好 我告诉你哦 今天早上我已经骂过两个人了 你啊 可能是第三个哦 欢欢 对不起啊 我知道我昨天表现得不佳 惹你生气 但是那全都是误会啊 你还真会推卸责任呢 好 好嘛 欢欢 那你不要生气 今天下班之后呢 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解释 是 哦 好吧 今天下班之后 我想请你到家里面来 就我们两个人面对面 平心静气的 把话给讲清楚 好不好 不行啊 阿郭跟小胖他们都在家 这样子的话 那没有关系啊 我会安排 他们三个跟吉利出去 今天就只有我们两个 我会给你个 惊奇惊喜 爸爸 你下班之后是 要我过去接你 还是自己过来 不用了啦 我自己过去就可以了啦 你放心 我一下班就过去 我希望你今天啊 能够让我满意 拜拜 哎 欢欢 你在跟丁准德打电话啊 是啊 不犯法吧 哎呀 是不犯法啊 哎 欢欢 可是你姑姑再三叮叮 你不能够跟丁准德交往啊 你这么说 你姑姑会伤心的嘛 哎 你不要拿我姑姑来压我哦 我今天晚上是去定了 对不起 我要先把这件事情办完了 我啊 今天要准时下班 哎 把这事优伤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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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要跟我 抓得好无聊 好棒 掉桌下 天才 虎哥 虎哥 醒来啦 还有什么破坏 睡个午觉睡我一身汗 去去去找个宾馆 虎哥 嗯 我知道宾馆冷气很强 睡着还很舒服 可是我们没有钱哪 你不会去弄点钱 手机不好弄不到钱哪 手机 还敢躲 都是那个丁正德还那三个小鬼 跟那条臭口 害我们落到这个地步 对 过后那声音比我大 差不多 虎哥 对 没错 都是丁正德还那三个小鬼 还有那个烂狗害的 虎哥 你这次准备怎么对付他们 干净利落 把那一大三小孩那条臭口给 五条人命啊虎哥 四条人命一条狗命 是 可是虎哥 也很严重啊 会判死刑啊 你个乌鸦嘴 什么死刑不死刑啊 你就笨得站那儿 等警察抓你啊 虎哥 算了 趁我们现在还没有犯重罪以前 我们打他们一顿算了 打他们一顿难消我的气 我告诉你 你就是心肠太软色 混不出名了 好好跟我学一学 虎哥 我去买啤酒 虎哥 虎哥 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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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敲什麼敲啊 吵死人了啦 我是休息你不能接著被我啊 是不是跟你搬禮費的 哎 哪有人都一起搜的啊 哪有啊 你開門就知道了啊 嗨 伯伯 哎呦伯伯 我的脖子啊 痛啊 我就要你痛死 我就覺得奇怪啊 怎麼會有人來搜這麼多錢 原來是你這個壞蛋 哎呦伯伯 哇 你給我出去 你出去 要不然我就喊救命 救命啊 哎呦伯伯 哎呦伯伯 來來來來 聽我說 哎呀 我這次來是一點惡意都沒有的 我一個人來的 哎呦伯伯 我沒有帶猴哥來嘛 嗯 猴哥 伯伯 你放心啦 我一個人來的啦 我是到你那個以前上班 酒廊那個地方啊 問你最好的朋友阿嬌 才找到這個地方來的啦 我知道你在抖猴哥 你看 他沒有來啊猴哥 你既然知道我在抖他 那你還來找我幹什麼 我告訴你啊 我還討厭看到你們這種人啦 我最好一輩子都不要再見到你們啦 菲菲啊 我也是戰三考慮以後才來找你啦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找你幫忙啊 幫忙 我看你是找不到人啦 會嗎 哎 你自己看看 我現在混得也不好啦 我也不像你們 會動刀會動槍 我也沒有學位也沒有錢 我還需要別人來幫我啊 我還幫你們啦 不不不不 菲菲啊 我找你幫的事情啊 對你來說不困難啦 只要啊 你 只要 只要 只要你回到猴哥身邊就可以了 什麼 你說什麼 菲菲 我求求你 你回到猴哥身邊好不好 哎呀 我看啦 我是逗到風子啊 你的腦子啊 一定是 秀斗啦 是猴哥 啊不 是菲菲 哎 菲菲 我是跟你說真的 求求你回到猴哥身邊啦 我是轟了我才跟你回去 我才剛從那個臭水溝裡面爬出來 我再爬回去啊 哎 菲菲 你不知道啊 我告訴你 如果你這個忙不幫的話 這關係都好幾條的人命啊 好幾條人命 對啊 菲菲菲你聽我說 猴哥對不對 他最恨那個丁正德啊 還有那三個小鬼 還有那隻爛狗啊 他這一次真的生氣了啦 他把他們通通幹掉 蛤 沒音樂啦 我知道偉音耶啊 可是我也攔不住猴哥啊 所以我才來找你幫忙啊 你以為猴哥他會聽我的話 我叫他不要去殺人 他就不去殺人嗎 菲菲 菲菲 你知不知道 你人長得很漂亮 每個人看到你都會很喜歡你 尤其是我們那個猴哥喔 他是真心愛你了 然後 愛我 愛我還比我去上班 我啊 是不可能覺得我能到頂的啦 菲菲 我知道了 那你暫時委屈一下 以後事情再說嘛 我 不可能回去的 你見死不救 誰說的 我們可以想個辦法 來救他們啊 辦法 蛤 你不能報警啊 如果猴哥抓進去出來以後 再報復他 那更恐怖啊 天才啊 我是跟你說實話 你跟他啊 遲早都會被抓進去的 你真的要跟他一輩子嗎 我 這事情我是想過啊 唉 可是我每次躲到哪兒 他都可以找到我 我就怕他那個兇狠的樣子啊 所以我只有過一天算一天了 我馬靠你出來 你真的本性很好 趁早回頭了 唉 菲菲 暫時別管這個 我們先想辦法 就丁智德還那個三個小鬼的事情啊 你跟他說什麼有一個辦法 是什麼辦法 你說 我是不可能回到他身邊 不過 我們可以跟丁先生講 讓他帶著小孩子搬家 只要猴哥找不到他 就沒事了 好辦法耶 菲菲 不妨我們合作一次 我回去盡力 然後叫他燃...燃住猴哥 讓他不會去殺人 對... 然後 你去...你去辦你的事情 不要耽誤喔 好啊 好... 那我們現在就走 好 我等一下 我現在就去找丁先生 那你趕快回去 去阻燃他 對... 走...來 漂亮喔 菲菲菲 都不知道啦 猴哥... 猴哥不要... 猴哥 我今天特地拿東西來孝敬你的啊 少得那麼紅啊 過來 非打斷你兩條狗腿 猴哥不要生氣啊 猴哥... 猴哥... 你看我帶什麼給你 什麼 我在烤鴨店買這烤雞啊 你還真能幹 猴哥... 猴哥還有呢 走... 你等一下 啤酒 猴哥... 像烤鴨家砸貨物 獨家提供的 快拿過來 我還餓婚呢 嘿嘿... 來... 輕一點啊 等我一臉 來... 來... 我...我...我給你倒進 可以... 來... 算 漂亮 我再信你一臉 知道錯了啊 知道 等我們吃飽了喝足了 去找個定證鍋跟三個小鬼秀 猴哥 為了慶祝 來 乾一杯 來... 那樣子越來越像 來... 哈哈... 太好了 太好了 在家裡什麼呢 在家裡什麼呢 在家裡 拉一點 麻煩這個 先生 先生 你趕快去燒東西 我去張護凱凱 你又馬上離開這裡 你在搞什麼 不得了了 那個侯哥啊 他花狠了 要殺你們 如果人家不走的話 結果有人會死掉 你從哪裡聽來的消息 是侯哥旁邊那個天才 他要來警告我 丁先生啊 你是好人啊 我不能讓你被傷害 我也不能讓我凱凱被人家傷害啊 趕快走了啦 好 來來來 你先坐下來 心平氣和 你慢慢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底怎麼回事 侯哥 來 來 喝一下最後一罐了 我們把它喝了 我們把它喝了 好喝 還要乾 最後一罐 侯哥 來 來 侯哥 我聽說你在縱冠線上 是第一把交易的 我想見識見識 侯哥的酒量 你要見識我這酒量 那你去折騰街頭自來水管 你看我能不能把它喝過 王哥 你真有氣魄 我 我在縱冠線上都為你 是拼了的 不是解來的 嗯 黃哥 既然你這麼說 我們剛剛喝對一點 根本不過癮 我去幫你拿酒 很大多 是 黃哥 不用了 等一下還要辦事啊 辦事啊 你 你 喝點酒就不忘了 等一下我們還要去找 丁登德跟那三個小傢伙 把他們 開玩笑 让我换上新面孔 是否还记得我 骑上车厢找个朋友 听我说说心里的游泳 看到你纯真的笑容 我知道我不寂寞 想念我的心招手 在任何时刻为我加油 想念我的心招手 想念我的心招手 高山带你追求 大海人地遥游 从日出陪到日落